他原本的計劃真的就是 驚奇蜘蛛人的宇宙 跟猛毒他們的宇宙是同一個 歡迎來到我巴巴研究室 就這樣看電影 我是John 經過長久的等待 索尼的最新反派電影 《摩比斯》終於上映囉 是Dr. Michael Morbius在你的服務 今天我們就是來分析這部電影的結局 還有片文畫面 一些導演自己爆雷的資訊 跟接下來摩比斯會怎麼連結到 索尼的蜘蛛人宇宙 因為我們一定會討論到 電影最後的結局還有劇情 所以還沒有看的朋友 趕快先去電影院看 再來看我們的影片 不然你就會被爆雷喔 這是一個爆雷警告 第一次看我們影片的朋友 我們會用輕鬆於樂的方式 分析電影細節跟彩蛋 特別是 迪斯尼 漫威 還有DC 如果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都歡迎訂閱我們 片外也會有真面大叔 討論人生觀念的單元 喜歡的話 歡迎進階訂閱我的個人頻道 就這樣 讓我們一起變得更正面吧 《摩比斯》這部電影 真的差一點就被遺忘掉 他原本預計 最一開始要上映的時間 是在2020年的7月 整整被延遲了6次 不過 終於在2022年的4月1號上映囉 讓我們來回顧一下 電影最後發生了什麼事情 《迪斯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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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中我們看到 《摩比斯》一身是怎麼變成活吸血鬼的 跟掌握他的超能力 但是最後還是無法克制想要吸血的慾望 漫威漫畫的設定裡面 他們有把吸血鬼分類 傳統的吸血鬼比較像是超自然 或是被詛咒來的吸血鬼 而《摩比斯》是科學轉變的 算是一個活人 所以會被稱為 活吸血鬼 《摩比斯》 《迪斯尼斯》 他不怕傳統吸血鬼怕的東西 像是陽光或是聖水 那在《MCU》裡面呢 還是會有我們比較熟悉的吸血鬼 應該是之後會在 《刀鋒戰士》的電影裡面會看到 電影的最後 《摩比斯》的好友麥洛 失控到處殺人 還想要殺了摩比斯 摩比斯用了蝙蝠般的貴派氣功 打贏了麥洛 還把毒藥打入了身體 殺了麥洛 那我們首先呢 先來談談麥洛這個角色好了 漫畫裡面沒有麥洛 我們是後來看到 欸 盧賢 盧賢 然後在想說 欸 該不會是這個 結果我也找不到這個名字 原來他們原版的角色設定 是叫做《Luxias》 這是演員 Matt Smith 跟Screenrand的訪問中提到的 他透露自己的角色原名 應該叫做《Luxias Crown》 漫畫中 《Luxias Crown》博士 原本是想要綁架 摩比斯來做實驗 結果被摩比斯攻擊了後 他也變成了吸血鬼 叫做《Hunger 饑餓》 然後他就開始綁架人 到下水道去吸食 正名角色特別的地方呢 就是他以前是九頭蛇的特務 也有跟蜘蛛人打過很多次 但是在電影裡面就改變了很多 不過好笑的是呢 在訪問的時候 Matt Smith 自己有承認 他對正名角色不是非常的了解 聽起來呢 應該就是 Sony為了這部電影 然後把他稍微改變了一下 然後變成了 摩比斯的反派 所以他們還是做了 就是比較古老的那個手法 英雄奇人電影的時候 第一個反派通常都是 跟他能力是一樣的 所以獵人克勞我們來猜一下 他的反派應該就是很厲害的獵人 我們會看到什麼事 但呃 我認為呃 我不知道 再來我們看到原本應該被Milo殺死的Martin 突然間張開了眼睛 他該不會變成吸血鬼了吧 漫畫中Martin Bancraft 是摩比斯的未婚妻 在某一次的事件中 Martin被其他的吸血鬼攻擊後 自己也變成了活吸血鬼 雖然被摩比斯治好了 但是他還是想要長生不老 這樣子就可以一直纏著摩比斯 永遠陪著他 讓他永遠不能離開自己 因為摩比斯就活吸血鬼 所以他只要能夠一隻吸血的話 他其實是長生不老的 然後Martin就很怕就是自己會死掉 所以他就想要把自己變成吸血鬼 結果Martin就去招了真正的吸血鬼 把自己變成了吸血鬼 但最後被摩比斯用木頭敲入心臟殺死了 是因為Martin一直想要摩比斯 也變成真正的吸血鬼 然後他就想要去咬他 然後摩比斯就反抗 然後後來就打起來 然後啪他就打傷了 為什麼他想要有啊 因為一個是活吸血鬼 是真的詛咒的吸血鬼 他就想要把他們都一樣 就像我們你知道很多婚姻啊 他們就是因為政黨不同 然後就會吵架 就差不多這個意思 你知道這樣說的話 我記得在電影裡面Martin不是 他們有在研究要怎麼殺掉Milo嗎 然後那個時候Martin他自己有說 欸你怎麼突然間在看一本書 然後說要用木裝把一個吸血鬼定死 你確定這個真的有用嗎 我才發現喔這應該是彩蛋 因為Martin就是這樣子死掉的 然後回到電影世界 Martin他應該是有吃到 摩比斯的血才變身了吧 因為最後他們在親親的時候 他有咬了摩比斯的嘴唇一口 所以到最後摩比斯把他吸乾了 他還是可以活下來 對我覺得他是故意要跟漫畫不太一樣 不然那些船上的人應該都要復活 變成吸血鬼才對 所以他的設定應該在電影裡面改變 就是你要先吃到摩比斯的血 然後再被他吸你才會變成吸血鬼 可是在漫畫裡面不太一樣 因為漫畫裡面他其實是跟吸血鬼病毒是一樣的 他就是咬人啊 啊咬他然後吸他就變成吸血鬼 所以如果有下一集的話呢 我們應該會看到 摩比斯想要試著去治療Martin 然後把他變成正常的人類 因為在漫畫裡面這個有發生過 一開始Martin就是變活血血鬼嘛 然後摩比斯就找了一個方法治療他 好像是用他自己的血還是什麼 摩比斯本身他的血是可以治療別人的 但是他治療不了自己 所以他一直都想要找方法把自己變回人類 這個應該就是之後的事情 那電影的最後面呢有兩個片尾畫面 第一個就是看到跟蜘蛛人吳嘉日一樣 天空突然間出了裂縫 然後MCU的突嬰Adrian Toons就出現在監獄中 接著他就被釋放了 因為他在這個宇宙應該是沒有罪的 第二個是看到突嬰找到了新的裝備 想要摩比斯抱團一起去找蜘蛛人的麻煩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就在上個禮拜摩比斯的導演 Daniel Espinosa 在接受Cinema Blend的訪問的時候 爆了很多的料 剛好可以回答我們剛剛這些問題 第一個為什麼突嬰會出現在這個宇宙 我們在猛毒2還有蜘蛛人吳嘉日的最後有成立 角色是可以被互相傳送到其他的宇宙的 我們也看到猛毒跟突嬰被互相傳到了MCU 還有猛毒的宇宙 雖然說非常奇怪 因為蜘蛛人吳嘉日他其實是有個契機 就是那個奇異博士的咒語 讓知道皮特是誰的人過來這樣子 但突嬰是為什麼會到猛毒宇宙 我不太確定 那邊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為什麼他可以從這邊過去 超怪的 可能就是有裂縫他剛好掉進去吧 而且他掉進去的時候超冷靜 他說這邊的食物會比較好吃 - Dr. Mike - 你們應該要留在一起 下一個問題 為什麼Adrienne Toomes 會拿回他的突嬰裝備呢 導演回答 如果你仔細看的話 那套裝備跟他原本的不太一樣 他是一個非常機智的人 那有些眼尖網友在看摩比斯的時候 他們說最後面他那個裝備看起來 有一點像驚奇蜘蛛人2片尾畫面 掛在那邊的那個突嬰裝備 我是不太確定啦 因為在電影院 然後那時候看最後要這樣飛過來的時候 也有可能不是 也有可能是 但試的可能可能多一點 因為之前在預告片的時候啊 我沒有看到Ascorp出現在預告片裡面 雖然說在正片的電影裡面 沒有出現這一幕 但是說不定他原本的計畫 真的就是驚奇蜘蛛人的宇宙 跟猛毒他們的宇宙是同一個 你覺得有可能嗎 那這個就會連接到下一個問題 蜘蛛人有在猛毒宇宙裡面嗎 導演的回答他說 當然因為漫威的宇宙 或者是設定就是這個樣子了 在所有宇宙中有一個蜘蛛人的鳥 所以大部分的多重宇宙中 你都會有蜘蛛人 驚奇四超人 Tony Stark或是一個摩比斯 所有的宇宙都會有一個蜘蛛人 或是蜘蛛女 接著就是下一題 那會是哪一個蜘蛛人呢 那導演當然沒有回答 他只是說他的理解是 我們很快就會知道了 如果真的跟網友猜測的一樣 這個宇宙裡面的圖鷹拿到的裝備 真的就是驚奇蜘蛛人2 最後面看到的圖鷹裝備的話 該不會就代表 Andrew Garfield真的會有第三集電影嗎 我的第三集裡面有超多的反派 太多的反派 喔天啊 我有第三集然後超多的反派 他們都從不同的宇宙來的 酷吧 我也想有第三集 那如果真的是驚奇蜘蛛人的那個宇宙的話 那他可能會需要很多幫忙 因為下一個問題就是 欸會不會有邪惡六人組 導演說 然後圖鷹在找隊友 然後已經找到一位了 所以看起來是一個開始 然後摩比斯聽到蜘蛛人的時候 他的臉也沒有變 就代表說 欸這個世界可能真的有蜘蛛人 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意思就是說 之前有傳聞 會有邪惡六人組的電影對不對 目前為止我們所知道 有可能可以參與邪惡六人組的人 摩比斯嘛 然後有圖鷹 猛毒應該會在裡面 再來應該就是下一部電影 獵人克萊文 另外兩位會是誰呢 我不太確定了 你覺得會是誰 之前有傳聞蜘蛛夫人 如果這部電影上的話 裡面的反派也有可能會加入邪惡六人組 那最後一個人我也不知道是誰 希望不要是八爪伯 是他好不容易變成好人欸 你怎麼樣 我試試做得更好 題外話 我們後來有討論說 欸為什麼圖鷹想要找蜘蛛人報仇 因為在蜘蛛人返校日的最後 他還為了保護皮特帕克 不跟蝦子說蜘蛛人的真面目是誰 如果我認識誰 他已經死了 但是我突然間發現 欸奇異博射法術如果真的有用的話 那圖鷹就會忘記皮特帕克是誰 然後他只會記得是蜘蛛人害他坐牢的 所以他想要找蜘蛛人報仇 欸蠻合理的 我們影片差不多 但是先等一下 非常感謝這一次Sony有贊助我們一些產品 他們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這部電影 摩比斯 登登 水壺 耶 還有一個這個 背帶 簡單的運動背帶 然後你可以用你的魔法跟一個運動 就可以把你任何衣服都變成摩比斯的衣服喔 只要回答我們影片最後的問題 我們就會抽幾位幸運的觀眾得到這些獎品 好雖然說差不多 但是我還是要說一些預告片的事情 就是我們被預告變騙了 我們在一開始預告片裡面 我們有看到 當摩比斯穿著那個犯人的服裝在跑的時候 旁邊有出現蜘蛛人的畫在牆上 那個時候我們有分析說 欸這是Tobi的蜘蛛人喔 這是第一代蜘蛛人喔 但那真片也沒有出現 所以 然後再來是我們剛剛有提到的 Oscorp很快的閃過去 這個世界裡面有Oscorp 但是在真片裡面也沒有出現 接著就是圖音跟摩比斯的對話 可能是在他們演習的過程中 他們改了蠻多東西的 然後在蜘蛛人無家日那一段期間 我記得Michael King在受訪的時候 他有說 欸我接下來要再回去拍一下圖音 所以意思就是說 片尾畫面應該是那個時候才出現的 他們應該是為了要搭配蜘蛛人無家日 才把Michael King之前圖音在摩比斯的畫面全部剪掉 然後把他放在片尾畫面 我們猜是這樣子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我最想要問大家的問題就是 如果真的有邪惡六人組 你覺得另外兩位成員會是誰呢 歡迎留言跟我們一起討論 喜歡我們888研究室 就這樣看你的朋友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喔 掰掰 你不覺得最後面很怪嗎 就是摩比斯他沒有要完全執行他的計畫 因為他那個時候原本的計畫是 我的人造血的維持時間越來越短了 到最後我真的快我會瘋掉 所以在那個之前呢 我要先殺了Milo 然後殺完Milo以後要把自己幹掉 對但是他不是做了兩個那個毒藥嗎 然後一瓶給了Milo 另外一瓶沒有給自己欸 對他為什麼他為什麼就活下來 然後跟圖鷹合作 這一段我覺得超怪的 他女朋友死掉以後他就直接活下來 然後還跟圖鷹合作 而且為什麼警察沒有抓他 是因為他把所有的罪都怪在Milo身上 可是那個時候警察們去找摩比斯的時候 在他的那個辦公室研究所那裡 他很明顯就讓大家看到他是 警察應該還是要抓他才對 而且他還直接破那個監獄出來 對啊他是有罪的 為什麼警察沒有去抓他 這一點我也覺得超怪 歡迎來到正面大叔側面紀錄 大家好我是蔣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東西呢就是 批評OK 但是要給理由 然後要給解決方案 為什麼會說到這個 因為我們看了摩比斯嘛 然後就很多網友就說 啊他們都說不好看啊不好看啊 你覺得呢不好看你覺得呢 然後我就覺得說還可以啊 就至少他那個動畫段我覺得蠻酷的啊 我今天想要分享這個 其實主要的原因是 我們在日常生活裡面 我們會碰到很多人 他會你生命一定有這種人 他會說這個東西不夠好 他說你做的東西不對 這樣子做不行 可是都沒有下一個 你懂嗎 就是我們在給人家建議的時候 或者是我們在說拒絕人的時候 我是建議大家多想一下 就是給一個理由吧 而不要無謂的只是拒絕 因為如果只是 你只是為了拒絕而拒絕 或者是你只是說這個東西不好 不說為什麼的時候 聽起來真的蠻盲從的 就好像我只是在聽人家講 喔因為那個人說的 對啊 那自己都沒有想法 或者是如果你今天是給建議的時候 你就說 喔這一句話不能講 可是你不說為什麼 說那句話其實他永遠都不會學會 他只是說 喔那就不能講 那我不知道怎麼辦 這時候他其實會非常的迷失 你可以想像你自己 因為我們啦 在成長的過程中有多少人多少次都把我們拒絕掉 然後不跟我們說理由 不跟我們說為什麼 我記得我之前也有說過 就像 我們爸媽很常會說的一句話 就照回來不要出去不要去 不要這樣 他們不說為什麼 可是如果他們說為什麼 就說你照電我回家 因為我會擔心 欸這我就 喔OK好 然後接下來他如果再說一句 或者是你 跟我打個電話報平安就好 喔那我就更知道怎麼辦了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被 被人家拒絕被人家說嘴的時候 都不提供解決方案 或者是一個理由 你就會覺得 我們是被批評了被批評 被拒絕了被拒絕了 然後就會很傷 然後其實沒有辦法往前走 然後就會很迷失 我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起 不要變成這種人 我們來改變自己 當我們給人家建議的時候 可以建議他該怎麼做 但也不用強硬的說 你一定要怎麼做 就是欸你可以試試看這樣子 就是一個有些宅男可能會說 喔這個女生他好正的 胸膛好大 你不可以這樣子講 因為女生會被嚇跑 對他說欸你很漂亮 你有氣質 欸你的包包好看 衣服好看 欸就OK啦 或者是對男生也是啊 哇你好帥 你積極力很大 欸這樣也不行啊 等一下這樣好像可以 重點是我們給人家建議的時候 一定要給他 不能只是批評要給建議 對就是建議他 當他的那個燈塔 當他的太陽 我們變成這種人 然後讓這個世界變得更真面 讓他們知道該怎麼做 而不是說 我們跟他們說不行 然後他們就 啊我不知道怎麼辦 我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就每天都壓力很大 哈哈 好啦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這類型的話題 都歡迎到我的個人頻道就這樣 我每個禮拜都會更新影片 到時候再見喔 掰掰 ve Day 很緊張 修理 buses 不 什麼 小 四 巴 是